中国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 千百年来形成了兼具历史遗风和地方特色的桥文化 北京卢沟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 距今已经有830年的历史 是迄今中国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11孔连拱石桥 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笔下一座巨历 这座石桥见证了北京城从小到大的发展 见证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 卢沟桥为何历经830年风雨屹立不倒 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李卫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讲解了这座古桥令人赞叹的精巧结构 卢沟桥造桥的记忆非常高超 大家看卢沟桥非常坚固 其实在它的这个桥身下面呢 它里边连着很多的大石板 此外呢还用这个铁柱把这个大石板都相连 大石板一直顶到这个桥基 包括这两岸 这个石板之间互相勾连 紧紧的相拥 大家在桥的北面也就是营水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楔形的是在桥堂下面 楔形的这个这个船尖 船尖上面呢有这个铁铁器 这就是近代的原物 就是每当春天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 从这个永定河的上游会这个夹杂着大量的冰块 还有这个树叉就冲向我们的这个卢沟桥 但是通过我们的分水尖 直接从桥洞里就流过去了 漫步在卢沟桥上 一只只千姿百态憨态可居的石狮 格外引人注目 北京有句些后语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李渭介绍 这是因为石狮子历经六个时期 每朝每代都在修缮 导致造型多样且数量众多 数来数去都数不清 我们作为游人呢 在这个桥上观览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到的对着我们的 就对着我们的狮子 其实在这个狮子的 刚才我说了 身后背后侧面还有一些副石 这些狮子呢 是我们游人它看不见或者不容易看见的 所以也造成了这个卢沟桥的狮子 它数来数去可能每次都不一样 我们单位呢 也是发布了这个 卢沟桥最终的狮子的数目 一共是501只 卢沟桥之美不仅在其建筑本身 早在金章宗年间 卢沟小月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 吸引了无数文人默客留下诗词佳作 从交通枢纽到文化之桥 这座古桥逐渐被赋予了独特且丰富的内涵 包括这个马可波罗 它来到这之后呢 写下了马可波罗邮记 在里边也写到这是一座无比距离的桥 就是非常碳为观止 而且把这座桥呢也介绍到这个国外 所以在国外呢 这个桥被称为马可波罗桥 在这个欧洲啊 在西方世界非常的这个文明 应该说呢 在我们国家对外交往当中 这个马可波罗桥是一个特别好的纽带和媒介 因为是马可波罗的出生地 克罗蒂亚来的客人 包括他们使馆的工作人员啊 也多次本人包括携带家人来到卢沟桥 卢沟桥所在的婉平城城墙上 炮弹坑仍然清晰可见 八十余年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在卢沟桥爆发 近年来 以卢沟桥和婉平城为核心的卢沟桥片区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吸引了无数国际友人和国人参观游览 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文物 传承好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修缮好 研究好 宣传好 另外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在做这个文保规划 就这个地区的整体的规划 包括这个老百姓民居的改善 特别是个 还有这个周边道路的这种畅通和提升 让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国家纪念地 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 世界和平纪念地正在这里建成 李渭希望这片区域能够成为 国际和平交流承载地 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地 让更多人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